最近政府又出了一些新政策 標準金額 我們請來這兩位專家和我們談談 測量師學會產業測量組主席陳智興 亦有中原工商鋪董事總經理潘志明 歡迎兩位 你好 先問一下陳智興 我知道他對這方面很有了解 標準金額是徵修保地價的先導計劃 與其推行這些工廈活化 對於工廈的重建活化的步伐 其實是會加快多少 或者真的會不會加快呢 我覺得一定會加快的 純粹你在政府處理舊式的保地價方法 因為以往的商討 估值 上訴 至少都要一年的 以我最保守的估計時間數一定快了一年左右 第二個主要政策的方向就是希望 可以令到發展商也好 業主也好 可以預計得到那個保地價金額 令至它作出這個投資的時候 至少有個概念知道去收購也好 它保地價投資的金額多少 整件事是立體化了 它作出這個投資權是容易了很多 從而可以加快到那個重建部分 艾明姐其實來說 它是將那個由申請 在整個環節之中 在股價那部分 是將那個時間壓縮了 沒錯 但前面來說 你入了申請 去有關的部門去傳遇 那部分就沒有縮短度 那裏一樣是以前那套東西 那裏那個程序是一樣的 不過在概念上是會快了 因為以往我們有時候會爭押 這麼多車位我做不到 但現在車位根本在我們保地價已經陷了 如果你建築費是計得到數 多些車位沒有所謂 所以在某個角度上 那個程序都可以快了一點點 但你說得很對 在保地價的情況是快了很多一年 還有計算是否容易了 計算絕對容易了 那當然有些個案 我們還沒改計之前 那個價值 還沒改計之前的地積比率 這個是有很多地方需要再揣摩的 我們經常講活法公下政策 其實問一下Stanley 近來公下的交投情況是怎樣 政策出台之後 預期的走勢會怎樣 投資者的腿態又是怎樣的 其實我們看去年下半年開始 其實對工業大廈的投資 很多投資者都很熱情 其實去年全年都有七棟的全棟工業大廈都賣了 到今年第一季都有幾棟 好像有四棟賣了 其實走勢都算不錯 可能很多投資者都 其實在未出這個新的政策之前 其實大家都很熱衷 投資傳動的工業大廈 因為你赤隔低 可索性比較高一些 你見很多本地投資者 基金公司都很熱衷於傳動工業大廈的買賣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如果說 尤其是近期出了政策之後 其實大家都覺得 這個政策都是令到很多發展商 投資者 去計算容易一些 還有時間速度也都真的 好像剛才陳先生說 是快了很多 其實現在不斷都是有 在市場上 都有很多投資者 在密析這些投資機會 Stanley 其實來講 這些活化政策 或者最近這個所謂叫做 先導計劃 其實都是在講 是醒動的舊工廈重建 是 單頭業主 在這方面當然容易做工夫 是的 其實我們也知道 在七八十年代 或者早期 很多工廈其實是賣散了 是 很多了 那些賣業主 其實在這個政策之下 對於這些分層賣的 所謂的工廈來講 其實有沒有一個所謂的催化作用 你覺得 其實分層啊 散業權那些 其實在這幾年 他們都有個意見 好像都不關他的事 就是活化工廈 你傳動才可以申請的 散業權都還沒得 當中當然有很多問題 大家都要考慮 其實在他們立場 又會去想一件事 如果你活化了 或者是今次一個新政策底下 其實持有舊工業大廈 這一班業主 他都不是不開心的 因為似乎香港的 可能買少見少 這些舊式的工廠大廈 還有始終 你重建了之後 也好 活化了之後 成本高了 始終可能他的租金 賣價都會高 所以剩餘下來的那些 可能他覺得 可能對他們都有利 是這樣的 其實七行私學會 覺得這個政策 也都可以 趨化得到 那些分散業權的工業大廈 的業權整合 因為以往 申請強化工業大廈的 中數是不多的 但是如果在這個政策之下 大家計算方便容易了 我們希望是可以 鼓勵得到發展商是 就是收購一些 散了業權的工業大廈 從而 就是幫他整合 幫他整合 因為以我們計算困難的時候 你就更加風險大 現在計算容易了 所以我們希望是 趨化到那種 業權整合和重建的 那個我想是更理想的 其實事實上我們在 譬如我們自己代理業界 我們經常去看樓 去那些工業大廈看 實際上它很多用途 如果根據它的地契 都很落後的 都用不到的 如果真的能夠有一個 簡單的計劃 能夠令到它們去改變到 那我想 對於未來可以去 運用這些工業大廈的 用途會更加廣泛 就不用浪費了地方 我問一下 究竟現在那個 先導計劃就是講 標準金額 何謂標準金額 怎麼來定呢 又或者過去其實我們可能 在工廈一些重建上面 補地價那個程序 是不是又繁複 又難計算 時間又久的呢 其實 以往業界 包括七行私學會 對那個未改地計之前 工業樓那個價值 跟政府有很大的偏差 在這次出了標準地價之後 那個未改地價資源工業價 我們覺得是合理了很多 貼地了很多 所以這個是大大改變了 整個計數的心態 所以我們學會是支持這個計劃 因為一來二容易計 還有它有一個before value 都是反映了現在市場的成交 以往他們政府因為 以往有個思維就是 那些他們叫做 hope value 或者speculative element 或者一些違規的 違規用途的買賣 他們覺得不應考慮 那講回這個standard rate 在那個未改地之前 那個標準地價是合理了很多 所以這條數是容易計很多 Emic 我見到來講 這次那些所謂的標準價 它就用一個地區性分 比如港島 九龍東 九龍西 新界南 新界北 這樣來分 其實你都知道 其實就算你說 九龍東 九龍西 其實都有一些地方有些差異 嗯 比如你說的是新蒲崗 那樣 你跟床沙環這樣 似乎新蒲崗跟這些 可能一模一樣的價錢 那你怎麼看呢 其實標準地價 有很多很多好處 是 但是 如果有人說批評 對不起 我不是說你批評 這個標準地價 這個天生一定是這樣的 就是你標準稅率 為什麼潘先生 越入過億的時候 就10% 我越入過10% 標準地價一定有這個 一個所謂的 迫比 一個deficiency 那這個我們 就是一刀切 所以很難做到再分小一點 因為政府我們也支持它 是想容易計些的 是 不想再分的 那當然 政府也都考慮到這一點 你有權選 有權不選 有權選 那所以 譬如在觀塘 對著 開圓道的 那那些 理論上是好一點的 就是 覺得 好一點 是 好一點 如果 如果 偏遠一點 地鐵站 那你就用回 原有的方法 那不選 用原有的方法 可能時間就會久了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那就是說 其實 因為雖然 有一個所謂的 標準 那個 那個計算之外 其實 其實 申請者 還有一個所謂的空間 可以選擇 比如說 剛才你提到 如果我發現到 標準價 對我來說的價格高些 我覺得 用傳統那種計法 來講 我是比較好處 我可以 那個方法 所以 業界有些人批評 七行私學會 幹嘛支持這些計劃 有了這些計劃 我們就 沒什麼工作了 現實不是的 因為地鐵實有太多款 還有始終都要一些專業的人士去 去 計算 其實 用原有的方法 是合理一些 還是用一個標準地價合理一些 其實最重要是 有得選擇 在這個位置我們先休息一會兒